開心嗎 開心 今天來學校開心嗎 開心 你開心嗎 今天來學校 經過一個多月的長假 孩子們重返校園的喜悅 全都寫在臉上 前幾天他過了 他已經開始想老師了 他喜歡上學啊 因為很多朋友 然後也很多活動 哥哥姐姐想上學 但剛進幼兒園的新生 就是良樣勤了 有的嚎啕大哭 有的不想跟父母分開 老師之前給我們的心理建設也很強 叫我們把擔心耗為祝福 我們家長也在成長 我們也要學習去放心 他們畢竟都才四歲 會有分離焦慮 然後就是說盡量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比如說用玩偶啊 或者是講故事啊 或者是唱唱歌啊 就是轉移注意力 就是最好的方法 順利度過開學第一天 孩子開心跟著父母回家 這一堂課不止孩子有收穫 家長也學到了寶貴的教養經驗 帶來新聞 陳季婷謝九林 馬來西亞報導 陳季婷去關於組合 安永烈的憲體